一场以弱胜强的大决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处于弱势地位的曹操是如何扭转战局的 袁绍的失败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三国名将曹操之关渡之战 关渡之战 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东汉建安五年 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关渡 展开战略决战 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那么曹操和袁绍究竟为什么要展开这场大决战呢 处于弱势地位的曹操 究竟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我们从双方的战略战术和佣人上 能够得到哪些启示 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三国名将曹操之关渡之战 三国都名将 正说也精彩 曹操三十年用兵创业史 两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 下皮之战 这一集我们讲第二个里程碑 关渡之战 讲关渡之战呢 也是下面几个具体的问题 一 曹操与袁绍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二 关渡之战是怎样发生的 三 关渡之战它的进程 以及隔断进程的看点怎么样 第四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 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因素 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友谊启示呢 下面我一一来进行的破解 先说第一个问题 曹操与袁绍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说到恩怨情仇嘛 我们把曹操与袁绍 与曹操与吕布来做个对比 曹操与吕布嘛 我们比喻是一场拳王争霸赛 一上场两边就开打 打得不可开交 一开始就非常激烈 一直打得吕布一方 失败告终 持续时间四年 但是曹操与袁绍的恩怨情仇呢 就好比是一场情侣谈恋爱 他们认识时间很早就开始了 而进入温柔甜蜜的 这么一个恋爱时间呢 有六年 到了六年头上 出现了现今常说的六年之痒 描扬关系发生裂痕 反目成仇 最后大打出手 最后以袁绍一方 失败而告终 所以两者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就在说 他们这个六年之痒是怎么回事 恩怨情仇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初 可以追溯到他们二十六七岁的手 那是东汉林帝的光河年间 曹操 前面我们讲了曹操 因为打死 宦官简朔的属父 招来报复下了岗 那么下来岗以后 他重新又做官 又做官 最后当了一个贤官 叫做逆郎 所以逆郎就对朝廷的政事 发表一点逆论而已 议论可大可小 可多可少 所以是个贤职 所以他就在京城里边 当这个官了以后 有大量的时间去交捧接友 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与此同时 袁绍也在京城做官 也在大力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中平五年 东汉林帝对静卫军进行改组 组成了西元军 下设西元拔校尉 总司令官简朔当上军校尉 下面呢 有两位 一个是上军校尉 就是袁绍 还有一位典军校尉 就是曹操 曹操搞了一圈 结果还回到简朔的手下 接下来在东汉的 现地出平的元年 公元190年 关东联军起来声讨董作 这个时候盟主 联军的盟主是袁绍 其中曹操是联军成员 而且是势力比较小的成员 这样一来呢 双方的关系就从同僚 就上升为同盟 而且是同盟当中 具有上下级意味的 袁绍是盟主 是上级 曹操一般成员 下级 那么自从变成了同盟关系 开始就是出平的元年 190年 这两个人的关系呢 就开始进入了蜜月期 继续了六年 在这六年温柔甜蜜的关系当中 又以曹操从袁绍那 获得好处为最多 曹操给袁绍 很少很少 袁绍给曹操很多很多 那么这六年当中 如果数得出来的 袁绍给曹操的大恩惠 就有四届 第一届就在出平原言 就刚刚联军起来 声讨董卓的时候 联军虽然是声势很浩大 说话的时候 一阵词言 但是到了上阵 打仗的时候 都当缩头乌龟 曹操在这个时候 就对大家说 你们这样像什么话呢 天天的喝酒吃肉 可是不打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理他 曹操没办法 只有自己率领 自己的几千人马 孤军伸出去打一仗 结果一仗在新阳一战 被董卓的军军打得大半 几乎把曹操打成光阁司令 曹操跑回来以后 没办法 没有兵了 他自己无法 独立 降出脚 怎么办 只有跑到袁绍那儿去 投奔 袁绍作为盟主 看看 收了他 收了他以后 袁绍把自己的军队 博出了一部分给他 从此 曹操又重新 得以东三再起 这是在出平元年 第一件恩惠 因为曹操从决处 缝了身 算不算大恩惠 当然要算 接下来第二件 就是出平二年了 出平二年 曹操在东郡 沿州的东郡 这一个地方 打败了农民军 黑山军 因为最初 这支农民起义军的 根据在黑山 就是所谓叫黑山军 曹操打败了黑山军 占领了东郡这一块地盘 这个时候 袁绍以盟主身份 就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这样曹操才名正言顺的 有了一个郡的地盘 之前曹操没有地盘 没有根据地 这个时候有了第一款根据地 虽然不大 只有一个郡 但是这个地盘 正式的名义随格的 从无到有 袁绍格的 算不算大恩会 当然也要算 第三件 在出平 三年 远州 就是东郡上面的远州 远州的军政长官叫刘黛 留待 作战当中 正亡 远州的官员 就把曹操 迎接 来 拥护他来 当远州的当家人 但是 与此同时 西边的政治中心 都是东汉朝廷 派了新的远州赤士 要到远州来上任 这个时候 曹操怎么办呢 你自封的 你抵不上东汉朝廷的 又是袁绍帮他的忙 袁绍以盟主身份 正式封他一个 远州 军政长官的身份 于是 曹操 有了 民愤 就把东汉朝廷的赤士 拒绝了 拒绝入地 他就有了一个州的地盘 所以 他的根据从小就变了大 这个恩惠 又是袁绍给他的 算不算大恩惠的 当然也算 第四次 就是隔了一年以后 在新平元年 新平元年曹操 率领军队 去打东边徐州的陶谦 结果后方 被吕布夺了 曹操回来 好不容易把吕布的势力 赶出了远州 赶出了远州的时候 但是那个民愤 吕布一度 一度把这个远州的民愤拿了 又是在这个时候 袁绍 又给了他 远州军政长官的民愤 以盟主身份 雪中送炭 算不算大恩惠 所以当然也是 所以他们这个 蜜月六年间 就有四年 每一年 袁绍都给了恩惠的 客观而论 曹操能够从小做大 从弱做强 没有袁绍的帮助 他不会到后来 的成就 所以没有前面的袁绍 就没有后来的曹操 难怪 后来 两者翻脸 算总账的时候 袁绍 声讨他 曾经说了一句 理智气壮的话 说我有大造于草野 我对曹操 那是有大恩大德的 他理智气壮 确实也是如此 那一件一件都可以说出来 我们从袁绍对曹操的提携和帮助 可以看出 很长时间以来 曹操和袁绍的关系 还是相当紧密和谐的 尤其是袁绍一次又一次地 帮助曹操摆脱困境 才使得曹操得以在 东汉末年的乱局中 站稳脚跟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他们反目成仇呢 说起来原因也很普通 而且有点素气 就是出现了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是谁 就是东汉县帝刘谢 出品元年 关东联军起兵讨拔董卓的时候 董卓为了躲避 关东联军的冰封 所以把汉县帝就从洛阳 迁到长安去 两年以后 董卓被刺杀 吕布 他们当了短暂的执政官 但是随机董卓的部下 就把吕布他们赶出了长安去 于是长安就变成一片大的 在丹津兽帕当中 这个小皇帝又苦苦熬了三年 最后实在熬不住了 然后就带了 带领群臣 向东 回他朝思暮想的旧金 洛阳 等到他好不容易回到了洛阳的时候 昔日锦绣繁华的金城 早已不复存在 完全是一片废墟 因为董卓临走的时候 放火 把洛阳城烧 所以当时洛阳的情景是 皇宫房屋被烧光 城内城外的民众 跑光 所有的粮食 吃光 典型的 名副其实的 三光 弄得来 朝廷的官员就是跟随 小皇帝回了洛阳的官员 穿着衣衫 南流的衣衫 然后倒在这个残缘断壁之间 饿着等死 因为一个个没有粮食吃 汉县帝 以及朝廷的北官 完全就是一群教化者 气概一般 这个时候有一个眼睛毒的人 看出了这一群特殊教化者的 潜在巨大 利用价值 他就是朝廷 汉县帝到达洛阳 仅仅才十天 十天 朝廷已经出兵 把他接到 接到以后 就安排在早已经准备好的 许县 这个地方 朝廷行动快 但是 这边朝廷洗在心中 那边 袁绍 却气在心中 当 汉县帝 从长安出来 到处流浪的时候 袁绍 袁绍手下 劫出的谋事 叫 居寿 居寿就 给他说 我们应该赶快 去把天子 劫到我们的地盘上来 从而写天子 一令诸侯 袁绍没有干 没有动作 为什么没有动作 袁绍当时是两个考虑 第一 小皇帝 有多大利用价值 我把它迎过来 不外乎是以天子的名音 但是现今我在东边 早已经就以盟主的身份 在发号使命 就是不是皇帝的皇帝 我何需还要一个小皇帝 来增加我的身为呢 这是第一 更重要一点 玄机 还在于他自己就想当皇帝 既然自己想当皇帝的话 弄了一个小皇帝在身边 以后自己要当皇帝来 这不是有点爱手爱脚 干脆不要 但是袁绍这个人 人性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 一个机会 来的时候 劝他抓 他不抓 但是这个机会 一旦被别人拿去了以后 他又后悔 汉县那边曹操 接到许县去了 袁绍很生气了 他这个时候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 一接到许县以后 曹操就把自己的职务 提升为大将军 然后给袁绍一个 太尉的职务 袁绍生气 就由此而来 因为大将军经常在朝皇帝身边 参与决策 所以实际上权力很大 相比之下 太尉就差远了 太尉属于外朝官 虽然是名义上是属于执政大臣 三公之首 名义上是管军事 实际上他的军权根本没有大将军大 所以只是名义上 地位比较高而已 所以这个重要性远远不及大将军 还有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以往都是我给曹操赏官 现在他这翻了天了 给我赏官 赏了一个还很挖苦我的太尉 所以袁绍很气 那么袁绍就想 为什么曹操现在这么嚣张 还不是因为身边有个小皇帝吗 出现了第三者吗 好 所以两个人六年之症发生了 就是因为出现了第三者 于是两个人反目成仇 反目成仇来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大打出手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时候双方都还没有把自己的后院安定好 所以袁绍没有动手 袁绍没有动 曹操也没有动 战事方面 战事拖一拖 这一拖拖了好久 这一拖就拖了四年 四年以后 这一对已经破裂的情侣 开始算中账了 建安五年 也就是公元二零零年 这两个人就开始对决 决定 谁是北方的统治者 谁能称雄北方 这一年年初 袁绍出动了十万步兵 一万骑兵 开始进攻曹操 曹操的兵力 只有袁绍 的一半左右 那么这一场关渡大战的战况怎么样 又有什么精彩的看点 实际上 古代的战争 特别是打大仗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还是在打后勤不戒 打后勤 谁的后勤工艺保持通常 谁就能超胜帅 这个关度 距离曹操的大本云 曲线 只有200里左右 而且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他的后勤补戒线的话 是非常通畅的 有充分的工艺 但是对袁绍来讲的话 就比较麻烦 袁绍的大本云是在夜线 直线就在300里以上 比曹操的后勤补给线的话 要多出50% 但是更麻烦的是 中间给了一道黄河 以后要渡黄河 中间要转运 所以这个后勤 补充 是相当不通差 整个战役分成前哨战和大决战两个部分 前哨战是两场战斗组成 我们先来看 前哨战 前哨战主要是在第一道防线 当年二月初 援军的先头部队渡火 开始进攻 曹操的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他们的锋芒指向了东边的北马线 那么他们企图呢 是把北马攻下以后 就切断你第一道防线的东边的侧翼 再来围攻你西边的第二一个据点 严禁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战略上的考虑呢 也没有很大的失策 关键是他派出的这一个前锋部队的指挥官 就是河北的第一名将 严良 此人武功很高 但是智商不高 所以他去进攻白马线的时候 采取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含金量 没有什么智慧含金量的强攻 就是一味的强攻 硬打 结果北马线城池了 又修得很坚固 打两个月 没打下来 没打下来怎么办呢 袁绍只在征兵元素了 在这个时候 曹操就准备要征援北马 怎么证援法呢 他采用了手下谋臣寻优 的计策 深东及西 实际上在具体运用 曹操实际上是深西及东了 也就是他劝曹操先出动大部队 在西边 严禁做出要强度黄河 直倒袁绍的黄龙后方 的模样 等到袁绍把他的阻力调过来 调到西边来 阻挡的时候 然后突然回军 去奔系东边 白马 采取这样一个战术 结果曹操亲自率领大军 采取这个战术 升了西以后 马上驰援白马 那边的严禁正在攻白马 攻得起劲 强攻没有得手 不防曹操的前锋部队已经追到 前锋两员大将 生命显赫 一个就是关羽 另一个是张辽 关羽是万军当中 把阎梁刺杀了 刺杀阎梁于万军之中 一下 北马之位就结尾了 所以前锋战的第一场战斗 与曹操出兵 有变化 而获得了胜利 曹操取得胜利以后 头脑没有发昏 他发觉对方出动的兵力 非同寻赏 因此把战线 依然按照原来的情况来 不防的话 自己的军队兵力不够 所以他把上收缩战线 放弃北马 断然放弃北马 把北马的军队和民众 物资向严禁转移 相当于地域阵线 原来是两个支点 现在就收缩成一个支点 在转移途中 对方的袁绍 渡过黄河 前来阻击 从北马转移到严津的 运输车队 曹操的野 也采拉了谋成的建议 将计就计 怎么将计就计呢 就把运输的车辆放弃了 故意放出了一匹牛马 来引诱袁绍的军队 袁绍的军队就纷纷下来抢物资 发战争财 于是阵型就乱了 在阵型混乱的情况之下 曹操率领骑兵 断刃发动 强大的冲击 结果又把对方的第二原战将 叫做文丑 当场斩杀 前少战的第二一场 又以曹操取胜而告终 但是曹操依然没有头脑发懵 也没有头脑发热 他把第一防线 严禁的兵力 民众不知 又往后收缩到关渡来 也就是说最先放弃白马 现在放弃严禁 最后退到了关渡 在当年八月间 袁绍采取齐头并进的办法 就推进到了关注一线 到了第二防线 于是双方的大决战 正式开始 曹操最先还是出兵应了战 但是他发觉出兵应战 打了一个不太有利的仗以后 马上收缩 收兵回来以后 凭借坚固的壁垒 固守 然后再等待下一步的时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占了上风的元少的军队 就使用各种手段 对关渡的朝军进行围攻 一边在强攻 一边在坚守 这个时候呢 曹操一度动摇 产生了想撤退回许县 然后准备以后再说的 这么一个念头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翻 元少的军量不够了 于是从后方运来上万车军粮 这个军粮到了关渡北面 四十里左右 有一个地方叫诸 乌朝的地方停留下来 本来元少手下最杰出的盟士 举授就劝他 说我们这个军粮太重要了 就牵涉到我们胜负 所以应该派重兵保护 但是元少拒不接受 又是固执己见 结果呢 曹操 踩拉手下的计策 断然出兵 亲自出兵 提醒乌朝 一把火 把乌朝的粮食 物质 烧得干干净净 乌朝一得手 回过来 曹操借助盛世 对元军发动 大反攻 这下 元少的军队 军心大乱 于是被打得 狼狈而逃 这一场大家 就以 曹操 取得大胜 而 告终 关渡之战 奠定了曹操 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曹操 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 写下了他军事生涯 最辉煌的一页 建安七年 即公元202年 元少因兵败 忧郁而死 曹操乘机 彻底击败了元氏集团 可是当我们回头来看 这一场一勺胜多的战役时 我们也不免会心生疑问 元少的实力 是远远超过曹操的 可是为什么最后 就败得这么惨呢 这其中 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 关渡之战 实际上结束 但是 一直令后人 长期研究 对于双方 何以 会取胜 何以会招致失败 有诸多的 分析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 是两组 个人 品格的较量 这场大战 对于曹操和元少来讲 都是人生命运的大转折 胜负的元金 在我看来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 是两组 个性 一组 是踏实与虚服 另组 就是明智与傲慢 比如在当初 大战开始的时候 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 元少的谋臣 举授 曾经有建议 但是元少不接受 但是曹操在解救北马的时候 对于寻忧的建议 从善如流 马上就吸收 然后就到了 采取深冬极西的战术 取得成功 然后在大决战的时候 曹操都想撤军 但是后方的寻忧 鼓励他 他也从善如流 继续坚持 但是相比之下 元少却不接受 举授给他的建议 不派重兵保护自己的粮食队伍 粮食运输队伍 结果招致大败 所以一个就是明智 一个是高傲 曹操善于吸收 自己身边所有人的智慧 从而把自己的小智慧 变成了集体的大智慧 元少拒不接受 自己身边的好的建议 他始终还是 自己那一点小智慧 何况他的小智慧上 还比不上的曹操的小智慧 这样一来 大智慧对小智慧 那肯定大智慧占优势 他这个小智慧 肯定是要遭到失败了 如果说到 关键性的一点 就是双方的谋士 这一点来说的话 在这一场战争中 还值得我们 观察和审视 曹操的谋士 和元少的谋士 在数量上 质量上都有一笔 在三国时期 民将是一个大的群体 同样 谋士也是一个大的群体 在三国时期的格局者当中 都或多或少 手下有一批谋士 而三国的成功者 曹操 刘备 孙权 他们成功的原因当中 一个主要的原因 都得利于自己身边 解除谋士的 对于自己的 大的战略规划 设计方面的正确 你比如说曹操 对于毛界的奉天子 以令不成 那是政治上的 大的谋略 还有在关渡之战的 一系列的谋略 这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备成功 得利于诸葛亮 隆中对策里边 对他设计的谋略 后来又得利于法政 建议他取益州的谋略 孙权最先得利于鲁树 建议他把整个地盘 全距长江 就是整个占据长江 流域的领土 后来又得利于吕蒙 对他设计的 戏曲荆州的战略 所以后来建立了三国的 这一个奠基者 都得利于手下蒙城的 蒙氏的 非常重要的 合理化建议 而且往往这一些成功者 手下的蒙氏是一个团队 团队手下还有领军人物 在当时实际上就明确把他们称为谋主 就是蒙城当中的主心骨 谋主起的作用 自己要起蒙略 做建议 同时要帮助老板 从众多的蒙略当中 选择最合理 最有效的蒙略 他的作用是这两大方面 那么袁绍的情况 他喜欢 招拉 劫拉 蒙城 但是劫拉以后 蒙城所 进宪的 有意义的建议 他又拒不接受 相当于他养了一杯蒙城 完全是用来做摆设的 所以我都经常在想 袁绍你既然不用蒙城 你收那么多蒙城干什么 你这不是虚昌绅士吗 你让他们就好像是唱戏一样出来 完全是在那 呈台面嘛 所以关渡之战 整个过程当中都贯穿着 究竟当家人 是把自己的小智慧 变成大智慧呢 还是只是局限于自己的小智慧 这个上面 关渡之战的胜负原因 最后的关键就在于此 关渡之战的左右 当然超到以弱胜强 从此成熊了北方 他用兵的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能够及时广义 把小智慧变成大智慧 因此他的除用兵 具体的表现的方式上是变化无方 你琢磨不定 变化如神 所以他堪称曹魏的第一主帅 如果把他作为特殊的名将来评比的话 他是当之无愧的曹魏的第一主帅 这一集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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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